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生皮西五度 我是亨利 這週,自由市場已經有大消息傳出了 像是Gary Cole 落腳紐約 另外Strasburg 和Random 也已經簽約了 後面兩位的合約會在之後影片中整理分析 上週介紹完投手和打者之後 今天要送上自由市場圖鑑的特別篇 那些準備好挑戰大聯盟的亞洲選手 本集數據整理與腳本由Bronson提供 另外感謝運動世界作者BHU授權部分文章給生皮引用 如果想先知道今年自由市場有哪些投手或打者 可以點擊上方的資訊卡或下方註解欄連結觀看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年宣布要挑戰大聯盟的亞洲選手 目前有6人 日本職棒有西五師的中外野手邱山翔武 橫濱DNA的左外野手桶香佳智 廣島鯉魚的二雷手橘池良界 獨賣巨人的先發投手山口俊 韓國職棒則有SK飛龍的先發左頭金廣炫 以及斗山熊的左外野手金載煥 其中 桶香是第一位確定落腳處的亞洲選手 昨天才跟光芒達成兩年1200萬美元的合約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吧 32歲的先發右頭山口俊在2005年被橫濱隊選上 08年開始以後援投手的身份站穩一軍 14年才要轉回先發 16年球技結束後行駛FA 被豪門獨賣巨人網羅 然而轉隊後的第一年成績荒槍走板 還爆出在醫院酒後鬧事打傷警衛的醜聞 剩餘球技直接被巨人禁賽 而隔年上演大復活 投出一場無安打比賽 到了今年甚至投出個人生涯年 季後巨人同意以入閘的方式讓他挑戰大聯盟 成為對此第一位以入閘的身份赴美挑戰的球員 山口今年的速球均速為145.1公里 過去最快可以丟到157公里 球路有速球、滑球、曲球、紙插球 最重要的武器球種是大聯盟比較少見的紙插球 今年也是靠著這顆紙插球才投出生涯年 不過他的整體球威比較普通 控球也不是很穩定 即便他今年是日職最佳投手之一 能轉換多少到大聯盟也讓人懷疑啊 如果拿手紙插球控球穩定 或許能成為不錯的中繼投手 考量他已經32歲了 預估只會拿到小聯盟合約 29歲的橘池良界 打擊能力較為平庸 而且選球能力普普 171公分的身材顯得相對瘦小 卻意外擁有不錯的力量 8年的生涯有6年打出雙位數的全雷打 橘池最大的價值在於他的手臂 他經常奮不顧身的鋪接美技 讓大家印象深刻啊 並已經連霸7屆央聯的二壘金手套 不過他的打擊在日本就已經不算出色了 在大聯盟應該會更加吃力 有媒體點名紅襪、小熊和巨人對他有興趣 但預估最多只能獲得小聯盟合約 接著是近期才獲得母隊斗山雄同意 以入閘方式挑戰大聯盟的韓國槍打 金載煥 2016-18這三年共打出116紅 單季最低WRC加都有162 非常驚人啊 但今年碰到韓值換球與肋骨傷勢影響 整季只繳出打擊三圍 2×83、3×63、4×35 15紅、WRC加123的成績 與過去差距非常大啊 守備方面 即便有2016和18年金手套背書 他的守備評價仍舊普通 目前預估就是一個四號外野水準 最多只能獲得小聯盟合約 統鄉佳志 中學時代就已經是出了名的搶打 是日本當今棒坦著名的怪力男 有趣的是 統鄉學生時期是一名左右開工的打者 但因為被診斷出追尖盤突出 最後專注在左打上 若他當時沒有這個毛病 或許我們就能見證一位左右開工的合制大砲 統鄉高中就讀橫濱高中 2009年的選秀會 被同一座城市的職棒球隊 橫濱海灣之星用首輪籤選上 生涯初期因傷痛和四櫻木棒的問題 讓他打不出應有的期待 直到2014年才開始真正站穩一軍 2015年開始年年入選明星賽 也參加過2015年的12強 以及2017年的WBC 然後今年10月獲得球團的同意 以入閘方式扣關美國職棒 也在昨天成為今年第一個挑戰成功的亞洲職棒選手 統鄉加製的Power是他最大的賣點 除了那魁梧的身材外 他也擁有驚人的揮棒速度 Fangrass的文章又寫到 有消息指稱 統鄉的揮棒均速高達92英里 比聯盟平均70英里多了不少 這邊解釋一下使用揮棒速度的原因 是因為日值查不到擊球初速這項數據 透過科學的運算推估 平均擊球初速可以達到102英里 甚至是112英里 這也顯示統鄉的Power放在美國職棒的層級 也是相當驚人啊 除了擁有強大的力量之外 統鄉也有相當好的選球 不過統鄉在進攻上不是沒有問題 運動世界作家BHU在他的文章有提到 統鄉會被強力左打壓制 沒有辦法從他們的手中打出長打 這種等級的左頭在日本並不多見 所以這個缺點並沒有被放大 但在大聯盟球威普遍比日本職棒強的情況下 統鄉未來很有可能專門負責打右頭手 另外他的運動能力與手臂都不太好 預計在大聯盟可能要以防一壘或是擔任指定打擊 值得注意的是 統鄉今年球季繳出來的成績差強人意 尤其背三陣數和背三陣率都是六年來最差 統鄉在日本的模板 我們認為比較類似前軟銀強打者松中信彥 至於大聯盟版的對照組 MLB記者Jay Payson認為是小熊的左外野手 Kyle Schrauber 這是一個不錯的參考點 Schrauber也是用強大的power 不錯的選球 但擊球掌握度稍差 Schrauber的活動能力比統鄉好上一節 可以當作筒箱的天花板 寒擊中砲譜炳號 則可以當作筒箱的地板 最後來分析筒箱在光芒的定位 光芒目前有兩位位子冠藥手和他一樣野手 崔智腕和Ned Lowe 不過他們都有各自的問題 Lowe的力量不錯 但今年首度升上大聯盟後 看起來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而且他還有兩個選擇權 應該會讓他先回小聯盟練功 崔智腕雖然今天打得不錯 但只有對上右投手才有比較多的出賽機會 而他沒有選擇權了 打不好的話很有可能會被釋出 所以這兩位球員 目前都不會威脅筒箱的位置 使用上一壘或指定打擊 會讓筒箱優先上場 如果筒箱到時候真的無法面對左投手 光芒還可以把原來先發三壘 Yan D. Diaz 或工具人Michael Brossel Daniel Robertson等人拉去支援 我們也先祝福筒箱能打出精彩的表現囉 金廣炫 高中就已經相當出名了 加盟SK飛龍沒多久 就開始大殺四方 是韓直近代頂尖左投 也是台灣國際賽最知名的對手之一 他在2014年就首次申請入閘 挑戰大聯盟 當時教師以200萬美金取得一約權 但雙方沒有共識 金廣炫最後繼續留在韓直 2016年底 因左手韌帶斷裂而跑去開Tommy John手術 缺席了整個2017年 本以為大傷之後 職業生涯要開始走下坡了 但2018年復出後表現不錯 今年更是投出另一個巔峰賽季 季後SK飛龍再次放行 以入閘方式挑戰大聯盟 金廣炫今年訴求均速為147.1公里 生涯最快可以飆到150公里 過去使用的球種有速球、滑球、曲球、變速球 主要武器是滑球 而今年幾乎沒有使用變速球 改頭只插球 金廣炫在開完刀之後 整體狀況又提升了一個檔次 今年球速比開刀前還快了3公里 控球也大幅進步 保送率4.8%更是生涯最佳 要知道他生涯前期的保送率是近兩年的兩倍以上 不過金廣炫畢竟已經31歲了 生涯大小傷也不少 而且他的球威要壓制大聯盟打者仍然有些難度 若他無法把在韓直的精準控球 複製到大聯盟賽場上 肯定會過得相當艱辛 目前預估他在大聯盟的角色會是4號先發 或是中段上場的後援投手 金廣炫在大聯盟的對照組上各家預測相當分歧 有人認為他的滑球讓人想起國名的Patrick Corbyn 有人則認為他的滑球出色但訴求威力不夠好 對照的人選是老虎的Matthew Boyd 有人認為他像大都會的投手Steven Matz 我們則認為金廣炫的模板是較差的Boyd 控球好直球差容易被紅 滑球好但變化球威力又沒有Boyd那麼殺 預期金廣炫的合約也會是短約 年薪落在200萬左右 潛在買家為大都會、皇家、稻奇、翔尾蛇和小熊 最後來講講秋三翔武 2010年選秀被西武斯選上 隔年就登上一軍 2015年打擊大爆發 以216支安打刷新了日職單季安打紀錄 並首次入選明星賽 年底也入選了第一屆12強日本代表隊 秋三成了日本職棒新一代的安打製造機 今年球季結束後宣布行使海外自由球員資格 也再度入選本屆12強國家代表隊 可惜在跟加拿大的熱身賽中被畜生球砸中 造成右腳腳趾骨折被迫退出國家隊 秋三是名五拍子的球員 最大的優勢是打擊技巧 甚至在2017年的WBC 被大聯盟球探評為日本隊打擊技巧最好的球員 他良好的選球也是一貫的優點 另外2017年之後 秋三長打的努力大幅進化 會有這麼大的改變有兩個原因 一是在2017年的WBC 被大聯盟投手壓制後 接著就嘗試調整打擊機制 讓自己的揮棒速度更快 得以應付更高強度的投手 二來西武近年的打擊策略 是鼓勵打者往天上打 經過這兩方面的調整後 秋三的長打能力從2017年開始大幅提升 近三的全力打數都在20烘以上 而且還繼續保持優秀的擊球能力 算是打破一般對日本安打型打者的刻板印象 秋三的手臂、臂力都相當優秀 自2005年開始連續五年都獲得金手套的肯定 不過進階數據UZR卻是連年穩定下滑 或許跟他的年紀有關 畢竟他也31歲了 體能已經開始衰退了 那秋三翔無的模板會是誰呢? 看到安打製造機這個名詞 很多人可能第一個想到的是青木宣青 我們認為秋三是更有力量 但打擊能力稍低的青木宣青 尤其秋三近三年的純搶打率 有兩季突破兩成 青木在日子最好也才一成八二而已 至於美國職棒的對照組 The Athletic的專欄作家 Ano Cyrus 則用Alex Gordon、Aden Eaton 和Nick Markakis來對照 我們認為可以用Aton來對照 Aton在大聯盟的擊球速度都不錯 本雷板機率佳 不太會被刪證 守備能力和臂力都有水準 是秋三可能可以參考的對象 近期美國的報導預測 秋三可能可以獲得三年一千五百萬的薪水 翔毀蛇、游擊兵、Edyan人、白襪、水手和小熊 都是傳聞對他有興趣的球隊 不過以上分析都只是預測而已 亞洲選手要挑戰美國 除了實力還要克服氣候、球場和不同的棒球文化 需要跨越更多的障礙才能成功 願意跳出舒適圈開啟不同的挑戰 就已經是值得讚賞的勇者了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這裡是生皮吸五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